那首歌 好聚好散才最帅气 思琪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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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堂哥 哥 我不应该决定去招惹医子喝的 医子喝这个混蛋 我要报警把他抓起来 我不要 不要糟糕 不要报警 医子喝手机里有我的视频 不要报警 不要报警 中文字幕by general kitchen 如果你做 tudo 就不혹 搞不是 是不是 你 要言 我 给我 除了 尘湘能靖息 忘了一些造型事 只要有大哥在 什么难关我都会挺不过去的 是我太任性了 害你担心了 是我失职 你刚好 我应该多分点心思在你身上的 你好好睡一觉 忘掉那些不快 我舍不得闭上眼睛 我就想一直看着你 哥 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吧 不会 你别想热血了 好好睡一觉 嗯 既然你要娶这个一家的女人进门 那我也要答应一子鹤的追求 你放心吧 你妹妹不会和一子鹤在一起的 对不起大哥 我不应该让人进去找人一灯乱吧 不要 不要 别 我 你 ancestors 该死你了 我 Просто 虽然 我 手 带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然 四夕要静养 辞职信我发到你的邮箱了 房租也会打到你的账户里 还有他 他就要拜托你照顾我 你真的要跟我分手吗 四夕的遭遇我 不有一半的责任 那天 我不该以为他说的那个话是气话 时间给我了一个教训 感情不仅会让人失去理智 还会带来 不安 还埋怨 送恨 这些会冲散我们在一起的所有美好 爱的遭遇 有心灵略 那种缺席的机遇 像独自在一晚无际 敢放轻的晴天里 把心情清晰的感情 好好够搭起 好好够搭起 再好好考虑 再好好考虑 爱的起遇 该暂停还是继续 我却心孤独 事也给的起遇 只是可惜 等我爱的 我不想要等到那个时候 我们才结束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有 故事的开始总是默契的完美 每个天你一刺 为反复的回味 好聚好散才最帅气 不管走到哪里 都有你的跟随 认定了是 那么的绝对 我忍住眼泪 想挽回 你却想后退 原来有种成全 也可以是 这一点完美 每次我可以被对背 是因为 害怕被发现落泪 究竟什么是错 究竟什么是对 我应该后退 我现在都需要 每次你笑得有多美 我就会假装心中伤悲 你的爱太完美 我应该捍卫 最后的挽回 停留在你走的范围 原来有种成全 也可以是 少一点完美 每次我可以被对背 是因为 害怕被发现落泪 究竟什么是错 什么是对 我应该后退 每次你笑得有多美 每次你笑得有多美 我就会 假装心中伤悲 你的爱太完美 我应该安慰 每次我可以被对背 还是因为 害怕被发现落泪 究竟什么是错 什么是对 我应该后退 每次你笑得有多美 我就会 假装心中伤悲 你的爱太完美 我应该安慰 叶子河 叶子河 我是真心喜欢你想亲你一口 你不是说轻轻抱抱是合同内容吗 这算怎么回事 我得装作被你侵犯 你跟我出来就是为了制造被侵博的假象 你疯了 为了逼陆湘哥不染分手 你拿自己清白开玩笑 只要能让我大哥离开不染 我这点小牺牲又算得了什么 不对 这样还不够 你干什么 演戏嘛 当然要演得像一点 够了 我愿意配合你 不过我是为了让你知道 就算陆三和不染分手 也根本就不会爱上你 你没必要因为这种事情伤害自己 只能够能够 你还好吗 换你着我最近某时分 情绪拉扯的散人 是否连疼痛都太精神 谁说我们彼此要敢爱敢喝 两个钟点响痛的 我们明明就很相爱了 那样雨晨着风红归沙漫 梦的回忆我们也曾经都爱到时辰 遗憾总再来不及我好想你 很想念你 我只能按照我自己 听走好情绪说可以 他连呼吸都是爱过的证据 很想念你 眼角落下都是猜疑 所有剧情被你决定 很想念你 我的寂寞再不散去 很想念你 我只能按照我自己 我只能按照我自己 拼凑好情绪说可以 可怜呼吸都是爱过的证据 很想念你 很想念你 眼角落下都是猜疑 我有剧情被你决定 很想念你 我的寂寞再不散去 我的回忆我们也曾经都爱到时辰 遗憾总再来不及我好想你 很想念你 我只能按照我自己 听奏好情绪说可以 我连呼吸都是爱过的证据 很想念你 连长留下都是在意 所有剧情被你决定 很想念你 我的寂寞最终烦记 很想念你 我只能按照我自己 听奏好情绪说可以 可连呼吸都是爱过的证据 很想念你 连长留下都是在意 所有剧情被你决定 很想念你 我的寂寞最终烦记 你已经没有资格问这句话了 你怎么醒这么早 你怎么醒这么早 我没胃口 黎叔 你帮我找一下易子鹤 我 我怎么了 疼又疼了 没事 大哥 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鲁莽了 丹易子鹤 他就是要看到你和布软分手痛苦了 他才能找到心理平衡 不然 他比你想象中的要坚强 丹易子鹤手里的视频 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 大哥 你不要主动去找他了 我们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了 好不好 你们这疯了跟上人见秀 这也太不吉利了 是吧 你们自己看看像什么样子 我们以后怎么住啊 那什么主张休旧如旧的设计师呢 给他出来 那个时候就要你们用点心情材料 把房子建得漂亮也对 哪有这么多破事啊 就是啊 现在都成这个样子 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大家双汪如造 双汪如造 陆总正在想办法尽快解决 现在是有人在陷害坚强 你干什么了你 一点事就推散阻似的 这不是摆命了忽悠我们 觉得我们好打发是不是 没有没有 大家误会了 大家误会了 相思马上就要进攻了 质量大家都看得见 坚强不会坑大家的 行了 之前喝酒的时候就看出来 那个陆总一点都不靠谱 就是 完全不靠谱 马上甩太子走人了 是吧 你说现在出这么大一个事 你让我们怎么再相信你啊 真是没有 我怎么不是这样的人 你不闭嘴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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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解决我们家的内容 你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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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就是啥 是吧 不得 怎么样 你说 现在这个事闹成这个样了 你怎么给我负责 怎么不责 你说 这么多人 一句给我说话 今天就解决 别想扑动我们 大家伤害勿造 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 好好解决这件事情的 一定 那你怎么解决 咱们不要请她的 之前就不应该相信她 要不现在 也不会有这么大的麻烦 就是 那个时候 你拍着胸口打包票的 现在呢 你怎么不说话呢 这事解决不了 我们一个个的 都别想离开这儿 谁都没得走 听没有 赶紧给我解决 你干什么 怎么的你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各位 工地的事情 品上已经在认真调查了 因为我们在管理上的疏漏 所以给大家造成了困扰 我在这里 向大家鞠躬道歉 我向大家保证 我陆岑阳 就算是倾家荡产 也绝对不会让大家辛苦了 一辈子的职账 有任何损失 我希望大家 在真相大白之前 能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行了 你别在这儿跟他一唱一和的 又忽悠我们了 一套套的干什么呀 现在立刻 马上给我们解决方案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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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见没有 没解决 解决 我刚从区政府回来 我相信 很快会调派复合组 对项目进行审核 大家再耐心等几天 事情一定会圆满地解决的 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 现在就说 这事你去做 没问题 把策留下来 对 我跟你说了 要不你把这警戒线给我撤了 我还能给你快线几天 既然你们听不进去我说的话 不然 我们走 别走 你往哪儿走你 放手 你还能够决定是一个男人 你回来 别吹了 我回来去 你不能走 别打人 你还去打人 你看 你打我 你打他 打人了你 走 阿紫阳 太狂奋了 简安你怎么样 我没事 现在你们满意了吗 如果路总出事 这件事情 就让指挥变得更复杂 我们只是请大家宽容我们几天 就这点信任和耐心都给不了吗 那来啊 打死我们好了 看看事情能不能解决 我们走 太过分了 我师父 我问一下 品上的那个女设计师是不是来过了 来了有什么用啊 问题没解决 被打得头破血流走了 我们怎么办 还也没想到啊 你们 你们就算是再着急 也不能动手伤人哪 残阳可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 你们怎么下得去手啊你们 那也是她欺骗我们在先呀 我这次还是轻的 下次我不会这么轻巧 你 王阿姨 陆总受伤了 她为了护着小人 被锄头砸了头 他们现在在哪儿 往那边去了 往那边去了 我这也是 我也不是说不易 行了 赶紧回去 你 气死我了 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还动手打人 你这伤口这么深 万一变成疤了怎么办 我还挺感谢他们的 你还感谢他们 你被砸闪了 我都还没说你呢 你头最甜是不是 看到那个锄头落下来 你自己晚上凑什么凑啊 还挺直的 直 我以为你再也不会理我了 多亏这一锄头 不然的话你还理我巴掌远呢 怎么会在这儿给我处理伤口呢 我真希望他们多给我来几下 这样我可以去医院住几天 你可以多陪我几天 我这死鬼啊 你担心我 担心我 我没事 你手自恋了 钱难有 好 上次的事 过去的事我们不说了 骨巷的项目 不管怎么说都有我在 你不应该一个人往这儿跑 还好今天你没受伤 虽然我离开公司了 但是这个项目出了问题 我一定会跟到项目问题解决为止 知道你责任感重了 吃个糖 压压劲 虽然你还吃得下 我受伤了 吃个糖补 在这儿遇见你 怎么说叫 心有灵心一点痛 谁给你心有灵心一点痛 你公司有那么多人 别遇到问题总是大包大蓝 亲自上针 头疼了吗 我看看 还是我不担心我 我是礼貌性的 关心一下刚刚救过我的人 喂 我知道了 我马上会来 说是工作组的人 到公司要了解具体情况 我得先回去一趟 我先送你 不用了 你先去忙吧 我阿姨应该很担心你 我去跟她报个平安 你跟她打电话就行了 不要在这儿待着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知道了 你去吧 你去吧 清旭 我有事情找你帮忙 我在家去办点事 一块联络你 行 那我在老后期等你 哥 你受伤了 没事 工作组的人呢 说是已经到办公室了 好 陆总好 这是我的名片 果然是你啊 看来 我不仅要应付的是一场商战 我要打败一个黑暗骑士 区政府的领导 非常重视 品尚在这次股项改建项目上出现的问题 特地委托易华集团 对贵司的工作进行合规审查 今后的审查工作 将会交给我全权对接 希望你们积极配合 一定 要不我们坐下了吗 我这里整理了一些问题 请陆总一定要如实回答 我的判断 将直接影响 项目能否复工 还请秦总秉公执法 不要夹杂私人恩怨 一定 我了解过了 居民对于品尚集团管理不周 导致的项目停工意见很大 陆总会揪出具体负责人承担责任 平息怒火吗 这才是你来这的目的 不是为了解决问题 是为了加剧问题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布人 之前的方案也是他提出来的 你还真是习惯性地把责任 都往布人身上推 陆总 这就是你们的企业文化了 放心 品尚有自己的担当 负责任的事情也不劳您费心 我听说设计师陈曼妮 是杨蜜娃来的 陆总这是偏私啊 刚才还提醒我不要夹杂私人情感 陆总 这可是双标 你 你已经给了我明确地解决思路 给我一天时间 我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没问题 如果我的耐心有限 注意效率 你 你伤口怎么样了 你伤口怎么样了 我没有关心你啊 我只是 你要是再不关心关心我 我伤口可能真的好不了了 那你等着吧 工作组的人有为难你们吗 只能说是 来者不善 你干什么 我 不断撕裂害人害己 你干什么 你今天怎么了 穿得人模人样的 我找到工作了 你跳槽了 不再老火机了 我去了一华 你去一华 去一华做什么 陆思琪为了赢你无所不用其极 已经对你造成了伤害 陆岑又被兄妹之心裹鲜眼瞎不作为 我只好小小地教训了他们一个 就因为这个 你就联合一华人五项改革项目停工了 恰恰相反 来之前 作为项目审查的主要负责人 我去见了陆岑阳 跟他商议了解决办法 你是商议办法还是雪上加霜啊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陆岑造成 会给品上造成多大的麻烦 他们麻烦多是他们的事情 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底线 那我现在很认真地告诉你 就算我和陆岑阳分手 那也只是我的事情 我不需要别人为了我的感情出头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这个朋友 就请你马上停手 我已经上了冲撞品上的火车 在品上坍塌之前 火车只会加速 千许你疯了吧 不然 别再管品上 这些都是陆岑阳应等的 你到底怎么了 对了 你应该还不知道 其实我姓陆 是被陆明语抛弃的亲儿子 所以对于一个夺走了我一切的人来说 我难道就不能小小地惩罚他一下吗 你不是跟我说你从小在国外 你说你爸爸是一位建筑师 他就是 对 我爸当年一心铺在公司上面 任由我妈带我离开 后来我听说她跟依华合作失败跳楼 我那个时候开新闻 也是第一次看到你的照片 对 我明白了 当年在餐厅 你就是想接近我 可是我从来没有说要利用你的意思 我后来对你的一切也都是真心的 我知道 不管你为什么出现在我身边 不管为什么你要跟我做朋友 我都能接受 我不傻 这些年你对我的照顾 我能感受出来你不是在利用我 但是最让我接受不了的 就是你马上要变成像我奶奶那样的人 做什么是对 我应该后退 每次你笑得有多美 我就会加重心中伤悲 你的爱来完美 我应该安慰 我们的回忆快要过去 我们的回忆快要过去 时间给我们一个教训 越来越不敢确定我们的关系 该叫做还是无交集的平行 好好投个气 好好投个气 让情绪暂停 有心灵略那种缺席的给予 像独自在夜晚无际 敢放晴的晴天里 把心情清晰晰的感情 好好投个气 再好好考虑 爱的其余 该暂停还是继续 我确信孤独 是也给的其余 只是可惜 等于爱的痕迹 你怎么来了 你今天过得好吗 我能有什么事啊 嗯 我就是来看看你 补相的事情 你别担心 会解决的 对 都会解决的 路总不是该忙着处理骨香后续吗 怎么有时间找我 聊聊合作吧 我退出品商 你去做你该做的事 我就是在做我该做的 你的目标不是品商 你的仇人也不应该是思琪 你可以对我不满 你是我养父的亲儿子 他生前的理想不能就此中断 还有不然 他就想做一个好的设计师 不要把他牵扯进来 好啊 说吧 有什么事情 能让布大设计师来找我 姚蜜 上次的事情我非常抱歉 当时我确实以为 你说和一子鹤在一起是气话 没在意 但这个不是我这次来找你的原因 我知道骨香需要人负责 那我应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网络上的新闻你应该也看到了 大家都认为这件事的根源 在我推荐的精彩上 既然这样 我觉得由你出面组织公关文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 这样骨香也有复工的希望 品尚就能打破现在的局面 我听明白了 你是觉得 这次你肯定逃脱不了 所以 倒不如留我一个人情对吧 建材的选举上 我确实没有严格的审核 是我的失误 我愿意承担 好啊 我同意 我 我 什么 对不起 陆岑阳赛品上的旅程 交到终点了 骨香 是我爸爸生活过的地方 我有很深厚的感情 但没想到 在骨香的使用材料上 出现了问题 这跟之前 大家在网上深考的设计师 没有任何关系 固然设计师 在此之前 就已经临职 后续的相关流程 都是由公司审核过后 才落地实施的 现在出现了问题 我有直接责任 没有理由把责任 推卸给任何人 所以 不会承担起相应的代价 从今天起 我将辞去品尚的一切职务 今后 也不再过问公司的 任何具体事务 感谢 一直支持我的公司同事 合作方 还有朋友 谢谢你们一路的推办 希望你们能够 继续支持品尚 陆岑阳在此 跟大家说一声 抱歉 各位 珍重 杠绘 这下你满意了 关于品尚在项目上 出现的问题 我已经挑不出新的毛病 我会尽快提交给相关部位 我持有的股份 我会尽快交割给思琪 当然也有你的份 我付出了我的代价 希望你遵守约定 让股像顺利复工 股像复工的事情 我已经有想法了 再说 你现在想管 也没有任何资格 屏上是爸爸留给你的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有什么在你心里比屏上 比爸爸更重要的 今天 你却为了布杀 放弃了品杀 抛弃了我 是我低估了布杀 低估了答案 在你心中的位置 我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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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便宜和我 我的爱你 好